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尚备 我们现在刚吃完火锅 今天来吃火锅的原因就是我们庆祝一下 我们拿到护照了 我之前都是申请蓝色的 蓝色的是五年的护照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想说为什么日本人平时都不一样 我这次有申请十年的 十年的护照就是日本是红色的 我之前为什么只申请五年的护照呢 就是他申请的那个手续费 二刀比较多钱 对,所以一直想省这个钱 我以前就觉得算了,我还是先申请五年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护照那个照片 我觉得十年太长了 想要拍更漂亮,是不是 对,就想五年这样换一次 所以我这次是申请了十年用的护照 也比较方便啦,因为以后一定会在台湾住很久 对,对啊,对啊 然后这一本就是少爷的人生中第一张护照嘛 第一本护照 对,第一本护照 我好想给大家看一下少爷的那个照片 那个摄影师拍照的时候一直有在逗他 对,他是看那个镜头的 这次申请 这次申请 十年的护照是 4110元 台币 一年大概400块 然后五年的是差不多 1500啦 但是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台湾的居留证 有时候你要延期 你要看你护照时间的 所以很麻烦啦 像秀国台居留证本来好像延期到明年 但原本的护照是到今年年底而已 所以为了方便也不错啦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移民署 去更新我的居留证 因为我之前的护照就是 今年的12月到期嘛 还有今天去申请护照 发现一件事情 是 就是我们家少爷的护照 本来以为一本日本就可以了 对 但是说要台湾的也要 对 这个原因呢就是 因为少爷是在台湾出生嘛 所以 从台湾出国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台湾的护照 这样才有逻辑嘛 我还很奇怪 怎么一个人不知道哪里来了 突然拿一个日本护照回去 对啊 所以我们过几天 也要去办少爷的台湾护照 这样 那我们这次办少爷的日本护照的原因就是 是 因为我们搬去林口嘛 林口有国际学校 对 然后国际学校有些是 像康乔 就台湾籍就可以念 可是呢 你如果要念什么 马里训啊 还是你要去念 天母的日乔学校好了 对 假设休哥也要想让小朋友念日乔学校 他就必须要有日本护照才能念 哦 那那个国际学校像马里训 他也不是说台湾的不能念 可是 他有一个先后顺序 你要有外国护照优先 录取 确实 所以你如果是拿日本护照 就比较有机会排到 对 虽然不一定会念国际学校 但是 想法会一直变嘛 就到时候留一个可能性 所以跟教育也有关系 对 我们两个有在讨论啦 但是那也是六七年以后的事情 你看 国小以后再说 那你会想让他念日乔学校吗 我现在目前是有一点这个想法 可是在天母哦 你那是从林口 要通勤哦 对 那如果那个地点不要管啊 就是日乔学校跟 比方国际学校 你会想要他念哪一个 国际学校和日本 日乔学校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主要是差语言啊 你日乔学校大家都用这个 日语的沟通 然后日语教材 所以如果想要到日本念书的话 就是要念日乔学校可能 语言基础比较好 那如果国际学校英文会学得比较好 然后呢 如果他以后要往欧美教育前接的话 会比较方便 这个很难讲 因为我觉得他上小学还要 大概六年吧 还蛮久的 我觉得我这六年中 我的想法应该也会改变 对啊 还可以看他的性格去考虑 到底让他念哪一种学校 如果不考虑什么地点什么 我比较希望他念国际学校 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日文妈妈可以教 确实 还有英文 爸爸也不是在国外念书长大的 他妈妈就是负责教日文 也是耶 有反应 所以去国际学校 日文我教你就好了 同意同意 其实我觉得这次申请 就是在台湾申请 日本的护照还蛮简单的 就是少爷的日本护照 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来在台湾可以申请日本护照这件事情 然后现在又有疫情 回日本也有点 不方便 不方便嘛 PCR好贵喔 对PCR越来越有变便宜 但是也还是 就是蛮大的支出 开箱 好那 今天的影片 就是 告诉大家 我们拿到了 新的护照和少爷的 第一本护照 准备回日本了 诶 回日本是要等我们新家 就是完全的搬家 什么一些事情 弄好了之后 就要回日本了 大家有时候看日本 什么话题 再跟我们说 嗯 好那大家下次见 拜拜 またね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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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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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